为了庆祝救国团成立68周年 救国团花联县团委会在玉里艺文中心举办了团庆 及全县义工及眷属的联谊联会 有500多位的义工参加 活动盛况空前相当热闹 为了庆祝救国团成立68周年 救国团花联县团委会在玉里艺文中心举办 团庆继全县义工以及眷属的联谊会 总共有500多位的义工参加 活动盛况空前相当热闹 今年68团庆遗师到南区办理 由玉里救国团来承办 会长郭苏兰表示 欢迎与凝聚全县好伙伴团结合作精神 上午特别规划义工丸很大的项目 今年是以前沾创新再创高峰为活动主题 以生日礼赞揭开序幕 颁发劳机奖章服务奖章以及表扬基层组织基优团队 表彰义工一年来的新劳成果 肯定社会及学校团务义工的贡献心力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学校团队 enge 好 好 好